王晶已辰 好 謝謝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王躁潤 那很開心今天有機會來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 關於我 然後還有關於我的劇團的一些故事 那我想我這個人 我自己覺得我這個人蠻特別的 那雖然說 這個學期的當代藝術秘密關 大家看過太多表演藝術界的 很精彩的人 但我想我跟他們最大一個不一樣是 大部分當今天台灣表演藝術的團隊 他必須 也沒有別的太多的選擇 必須得在台北生存跟生根的時候 那我們是在 一開始的時候就有點頭髮判去 我們就選擇離開台北 然後回到自己的嘉義去耕耘 那我覺得我很幸運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是我創立這個劇團的時候 我18歲 那我從來沒有上過任何一堂專業的戲劇課 但是我創立了嘉義線的第一個現代表演劇團 那我是第三代的外省人 那但是呢 我覺得我這輩子做過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情是 我的劇團在嘉義講台語 好所以我想今天下午短短的兩個小時 我們就來聊聊到底這麼樣一個在嘉義 可能大家根本 也許有聽過但是根本沒去過的一個地方 這麼樣的一個劇團 他到底在做一些什麼 那到底他跟 這個學習大家看過的這個五花八門的 台北的台灣的表演藝術 各個領域的產業的劇團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好 還是先從這個 我想先從生命的歷程開始 跟各位分享一張照片 這個是大概是我距離現在快20年了 這是我16歲的時候高中的一張照片 我是土生土長的嘉義小孩 然後18歲之前就是在嘉義這個小城長大 那嘉義他是提供一些數據 他是全台灣人口最少的省霞市前三名 26萬多到千 然後他跟新竹同一年升格 新竹是同一年升格 來民國1980年代升格 那1980年代升格之後 新竹因為發展足科嘛 所以很快就已經 啪啪啪長得就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那跟他同一年升格的嘉義市 30多年過去了 他人口大概到去年我們看過數據 好像只成長了3000多萬 大概從26萬多成長到26萬多 接近27萬之後 然後今年又掉回26萬多這樣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30多年來 歷經了牧業繁華 但是就是一個small size的小城 我在這樣一個人口最少的 然後人口外移最多 然後人口老化最嚴重的一個城市長大 大概到離開台北 離開嘉義到台北讀書之前 我們大概青少年階段都是那種 以前說我們是產綠少年 你就是覺得說自己在的這個都市 很小很慢很無聊 就是沒有電視上會看到的那一些 花花綠綠的東西 那也一直覺得說自己是一個很平庸的小孩 我從小到大就是一直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功課沒有特別出色 然後呢 男生嘛會玩的體育啊打球什麼的 也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甚至考高中就是考高中的第一個禮拜要去考校隊 就被刷下來了 也就是說對我來說我真的找不到自己有什麼獨特之處 也不太知道自己 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喜歡看東看西看書看球賽幹嘛的 可是不太知道看這些要幹嘛 能幹嘛 就是 不是那種符合主流價值好學生會 大家會欣賞的這樣 很沒自信 很慘綠 然後這樣 那 考到高中的第一個禮拜 我考上嘉義高中 那對嘉義來說他是一個男生的第一志願吧 公立學校第一志願 那父母對你的期望當然就是 好好的在一所嘉義最不錯的高中考個好大學 認真讀書 好那我就想像生活的想像很狹窄啊 就覺得說考試讀書那我有一個打籃球的願望 就是平常可能也許打打籃球去考個校隊這樣 很無聊的直男的想像啦 那開學第一週大概校隊就被刷掉啦 所以你的高中兩件事情 籃球跟讀書瞬間只剩讀書嘛 你以為猜學變黑白啦 生活變灰色這樣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好還是得選社團 我們高中得選社團嘛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嘉義高中有一條椰林大道 也叫椰林大道 就是很大的一條馬路旁邊種椰子樹 那在那邊舉辦社團博覽會 茫茫然的在16歲的那個年紀 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走遍所有的社團博覽會的攤位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選擇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我想可能很多同學大概都有體驗過這種 大概16、17歲的那一種 很灰的然後酸酸的那樣的感覺 好那走到一個攤位 話句色啦 那你也不太有概念那是什麼東西 只是突然想起來 好像新生入學的時候看過 那個學長在那邊表演一些片段 那還滿精彩的 自己有一點印象 那覺得說好像還不錯 那就遞了一個入社單就加入了 那我也沒想到 就是那一張沒有多想的入社單 某種程度上我的人生就是在那一刻完全的改變了 好話句色 開學要上社團課 我的印象很深刻的是 好第一堂課 我們活在一個有法進的年代 就那個時候 千禧年前後 我們在體罰的末期嘛 就是老師還是會打人 學校還是會教官會定期檢查你 指甲有沒有剪啊 頭髮有沒有理啊 頭髮有沒有那個什麼髮上45度啊 然後我們的鞋子穿什麼 襪子穿什麼顏色穿多長 都是被規定的好好的這樣 我還記得第一堂課 走進去老師就說 好來 全部同學鞋子襪子脫掉 上衣那個制服拉出來 然後開始帶我們就跑跑跳跳啊 做一些暖身的活動 那你當下有一點傻住 我便想說什麼意思 因為你知道 我們在學校裡面是不管穿什麼都要被規定好 就算連你知道體育課 都有學校發的體育服嘛 然後他規定你要扎好打籃球這樣 怎麼會有一個老師叫你公開的叫你那個 不要管學校的校規啊 服役幹嘛的 就是要你踐踏這些東西 欸 很衝突 那但是反正一群人就這樣流汗啊 然後做一些肢體的劇場遊戲 做得很開心 心中有一些小疑惑 好 然後呢 上一上幾個禮拜過去了 戲劇課他一定要有所謂的分享嘛 大家要聊一些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呢大家就是你 老師會要求你帶一些故事來分享 比如說對你來說重要的物件物品是什麼 聊你的生命記憶這樣 好 我們的困惑又來啦 就是從小到大我們被教育到的是什麼 小人有心沒嘴嘛 有腳痠沒膨膩嘛 就是說你又被教育成是一個你不重要的人 所以你今天才要坐在下面 聽老師給你那個你不會的東西 老師要教育你這樣 這是我們以前對於教育狹窄的想像 所以今天老師叫你講話 你就哇 煩啦 怎麼會是我講話咧 活了16年從來沒有接受過這種指令嘛 所以當下就是那種結結巴巴講不出話 我們以前被叫上來 要嘛就是那種睡覺被抓到 罰你念課本 或者是被罰站 從來沒有說你聊聊自己在想什麼 從來沒有 好 那 維德義元權老師就慢慢引導你 說他沒關係 你就講一句話兩句話 好 講 就是慢慢的從結結巴巴的 一個不完整的句子 擴大到兩個句子 到擴大到五個句子 六個句子 變成一個小的 一個比較完整的語句群這樣 好 那當然 那個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故事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你發現在那個生命階段 當你心中有一個生命經驗是你獨有的 而你在那個階段你其實是很渴望被聆聽的 你渴望分享的 那個開關被打開之後 其實感覺滿舒服的 好 那 我自己無意之中就發現 我很幸運的是 我大概在十六歲這個階段 就已經發現了一件 我發現我可以為他廢情忘食 我發現我喜歡這件事 然後也很清楚 好像自己有那麼一點點小天分 是關於這件事情的 好 大概在那個時候就開始 覺得自己是喜歡戲劇的 那也就因緣際會發現說 原來讀戲劇 我們不是搞社團而已 就是竟然在台灣 還有藝術大學 然後還是國立的 然後大學裡面還有戲劇系這樣 當然那時候就立定志向 要考藝術大學的戲劇系 現在關渡北一大那一間 那大概 接下來開始我的高中生涯 大概就是 放學就跑 我還記得嘉義那個時候 我們書店沒有太多 但肯定比現在多 有一間成品書店 現在收掉了 成品書店裡面有一個 小小的表演藝術專區 然後上面就是有電影 舞蹈 表演藝術戲劇 就是一排小書櫃 小小的這樣 那是一個沒有什麼網路的年代 我們家有一台大頭電腦 但是還在用播接的 然後就是速度流量都很慢 那時候網路上資料 也沒像現在這麼多 那我們要閱讀 或者是獲取知識 還是得靠書本 所以大概我高中就很大的時間 都是泡在成品書店 嘉義的成品裡面 然後在那邊看白書 那就慢慢的建構出來一些 對於戲劇很初步的一個想像 了解到說OK 原來整個台灣的現代劇場 是什麼樣的一個樣貌 大的團 小的團 哪一些流派 哪一些團隊 大概叫什麼名字 他們長什麼模樣 在那個時候慢慢的建構出來 好 整個高中大概就是以一種 我要成為一個學戲劇的學生 來準備好了 但是天總是不從人院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考北大 就是收到成績的那一刻是落榜的 落榜也不重要 但是我在那個分數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太難忘了 就是我距離錄取標準 搜索上面就寫一個 魏達錄取標準 好 距離錄取標準分數 我到現在還記得 0.01其分 好 你知道小數點二位數後面的 那 北一大這間學校是很奇怪的一間學校 就是 他的戲劇戲是獨招的 然後每一年他就收16個 男16女16 欲缺不補 那個時候都還沒有備取 現在有比較開放了 早些年他們甚至更有種 就是我記得 他是國立藝術學院時期 是更有種 是他們前幾屆 他的獨立招生時間 還壓在跟聯考同一天 就是你有種來考我的學校 你就有種不要去考聯考 這樣 是很有個性的一間學校 對啊 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哇 好酷 我就覺得這間學校我要這樣 沒考上 好 所以 0.01其分 你知道就差那麼小數兩位數之後 你完全幾乎可以肯定 你就是那一個距離錄取 只差一點點的人 心情他們非常鬱吹 非常非常的難過 隔天睡起來 我印象的時候 滿臉長滿了青春痘 人家說無子去是一夜白髮 我們是一夜調阿姬 整張臉長滿了青春痘 非常非常難過 好 早上起床就跟家裡宣布說 好 我要重考 我爸媽聽到傻啦 這有什麼 就是這個兒子 我是長子 長得就是養 養得這樣汗臭不太 怎麼長到17 18歲 現在頭上趴去 現在才5月 7月才要連考 你現在跟我說你要重考 怎麼一回事 爸媽傻眼 好 很快召開家庭會議 大家就坐下來 那我也很老實 很坦白就說 因為我非常非常的想要 獨走這條路 那可是他就是只有 獨立招生這個選項 好 那我 我很篤定我要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算幸運是我爸媽算開明 所以他們聽完之後 也願意接受我的這個重考宣言 就說OK 好 如果你要那我們同意 可是我們各退一步好不好 那7月1號那個指考 例如不要放棄 現在還有兩個月 你就去象徵性考一下 不然很奇怪 好 那就我們就彼此同意 然後去考了7月1號的考試 好 那反正也沒什麼 也沒什麼太大的興趣 反正我印象只記得就是說 考完之後我們要填志願 那反正50個志願 我就填了30 40個 全部都是台北的學校就對了 我也不管好壞 就全部只看他的學校地址在哪裡 是台北我就填 30 40個不管科系 就是全部填台北的學校 好 最後落到了四星大學 離這邊不遠 我第一個大學讀的是四星大學 傳播管理系 雖然說是傳管啦 但是我其實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傳播管理系在幹嘛 因為就是註冊了之後 其實坦白講我是沒有什麼去學校 就全部的時間 我就是獲得一張台北的passport了 所以我整天就在台北城裡面晃 就是看戲看展覽 大概所有生活費都是丟在那裡面 有免費的戲就去看 有錢的也就是買 買那種國家劇院四樓的票去看這樣 那全部大大小小的表演場地 大概在那個大一就全部都逛遍 就對我來說 我很清楚我這個人個性 我是一個雜食類的小孩 就是我很喜歡東看看西看看 所以對我來說那個狀態 生命階段其實很像是一個 乾的海綿丟到了一個池子裡 我會覺得我吸飽了各式各樣的養分 可是那個吸飽的過程中 我其實我會有點小失落 那個小失落是什麼 你知道我會對照到我自己 高中時期的那個生命經驗 好高中的時候我們玩戲劇社 我們在嘉義 剛剛有講嘉義是人口最少 然後人口老化很嚴重的層 那整個嘉義地區的文化中心就是一個 它只有一個音樂廳 那因為人口少的關係 一個現象是什麼 所有的劇團表演團隊 他要排公演 他不敢排來嘉義 大部分的 比如說 表仿屏風 果陀 如果 幹嘛的大團 那時候公演大概就是台北 一路下來 他們可能會去桃園 會去新竹 一路下來會到台中 台中再往下 砰一定跳 直接跳台南 嘉義一定被跳過 因為就是票房不好推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高中的時候 文化中心前面有一個報告欄 我們以前 週末大概都會 騎腳踏車晃過去 看一下有什麼公演 通常沒有 好 有一次就貼了一個報告欄出來 春和劇團 朗祖雲老師的那個 歡喜鴛鴦樓 改編那個 觀漢青的 圓雜劇的作品 一個喜劇 海報做得滿漂亮的 所以你就會期待說 哇 三個月之後有一個 就是不錯有規模的劇團要來公演 好 好 趕快寄錢來回家準備存錢 好 過了兩個月 公演前大概一兩個月去 準備要買票 走走走走走到文化中心看 那張海報還在 但是上面被貼了一個取消公演 你知道 那個震撼之大 就是你知道 他肯定是這個劇團是因為銷售情況不佳 那他與其這樣 整路人拉下來大賠一場 那倒不如現在取消公演 有一些違約金賠一賠 他可能還比較賠得少一點 好 所以 我們自己在台北的那一年 這樣看看看看 心中會有一些小失落 是那個高中的那些 看戲的經驗就浮起來了 我們常常是要到台南到台中高雄去看戲的 現在我們在台北看戲多方便 我搭個公車捷運 到劇院下車看戲 看完閃爭 你知道 兩三個小時的事情 可是那個時候我要看戲 我們是很早以前要計畫 然後我們要在 我們都會約在 社團同學都會約在 嘉義火車站的布告欄前面集合 然後我們會看著那種紙本的 鐵路時刻表 挑最便宜的平快車 然後到了台南 假如到台南 我們會省十幾塊的公車錢 走路過去 因為為什麼 十幾塊錢省兩趟來火 我們可以吃一個滷肉飯 就是中餐就解決了 很窮的窮小孩 好 走走走走過去 看完看完走走走走 走回來再搭便宜的車 晃晃晃晃回來 一天沒了 就對我們來說 看一個小表演是一天的事情 哇 所以 18歲那個時候我就很深刻的體驗到 就是 我們才差兩百多公里 台灣那麼小 可是城鄉差距如此之大 這樣子 也沒有忘記要重考的 那個 那件事情 隔年就重考 那很幸運的隔年 好 考上了 考上了四月 五月 那我記得放榜隔天 我就去世新辦的休學 慢慢慢慢搬回來 好 五月 五月回嘉義 準備開學 開學是九月 五 六 七 八 九 五個月將近半年 很長嘛 那 南部再加以我們的生活節奏 又不像台北節奏步調這麼快 對不對 好 整天幹嘛 沒事就是發呆發懶 睡無覺 放空 我們知道 以前我們都被教育到 發呆發懶放空是負面名詞 no 就是站在創作的角度 這些肯定是正面名詞 不然人類文明史上面這一些 你知道 偉大的創意就不會來了 比如說坐在蘋果樹下的時候 泡在澡堂的時候 就有一些偉大的事情就會誕生 那我的這個誕生的 不是什麼多偉大的事情 但好歹是一個影響我一生的創意 就是 我以前在發 有一天在發懶的時候 就突然想到說 欸不對啊 欸我們整天在這邊抱怨 嘉義士風化沙漠 對不對 我們就跟朋友 喇叻 喇叻賽的時候 都會講 欸那我等一下 我現在就要去一所藝術大學讀書了 我是一個藝術學院的學生了 那我為什麼不自己做做看呢 欸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這兩個毫不相干的事情 就被連起來了 在那個當下 好那我就覺得有道理啊 好就 開始拿起手機 Motorola小海豚 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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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給一些高中玩社團的朋友 泱泱泱 好他們接起來 好一五一十跟他們說 好我忘了錢啦 然後我現在考完北一大 好他們說 他們其實也不太知道藝術大學是什麼 因為在那個年代 藝術大學是很神秘的一間學校 你知道 他獨立招生 我們都要從美術班那邊拿到報名簡章 所以一般的臭直男 是不知道這是一間什麼學校 對… 嘉義高中這臭直男 所以 好他們就 好好好 都很friendly 然後 我說這樣 暑假有沒有幹嘛 那大家一起來做個戲好不好 就像以前那種玩社團公演一樣 好嘉義小孩 基本上都是一些頭腦單純的 我的好朋友們 就非常非常單純 他們也沒幹嘛 但是朋友喝一下就慘了 好我們就這樣揪揪揪揪了五六個 我們做了第一齣戲 好所以2003年 軟劇團距離現在16年前 好我們就這樣開始了 我們第一個公演 好 搞劇團作戲聽起來很浪漫 但是事實上談何容易咧 你所有事情都需要資源 你租場地 然後戲服道具布景 然後成本 所有東西都是需要成本的 我們哪有成本 我們全部都是窮小孩 好 反正大家集合來 我就說每個人交3000塊 要參加的3000塊來 我算是樓住 我就出五千 生活費 零用錢存的 湊了兩萬塊 好 湊兩萬塊去哪裡咧 就嘉義也沒有表演場地 我們只有一個音樂廳 那一天可能廠租就要三五萬 八百人我也抽不滿 我們哪敢去哪裡咧 好 台南人那個時候還在台南 所以他們在那邊有一個小劇場 叫戲工廠 我們就去跟台南人租了場地 租兩天 其實兩萬塊一天 一天一萬兩天就沒了 好 所以租完場地之後 我們的預算budget就是零 所以剩下一切只能以零來處理 所以畫面上右邊 你們看到這是軟劇團 歷史上的第一張海報 它是本人的創作 就是一張A-Force上面 就是拿麥克筆這樣 這個戲大概長怎樣 好 反正劇名有了 時間有了 地點有了 寫寫寫上去 拿去營營店 請老闆娘幫忙營營 然後因為實在太寒酸了 我就在旁邊瞄 我就說拜託老闆娘 不然你 你那個紅色的 紅色的 青色的 都贏整張了 這樣打這會比較有色水 用非常RQ的方式 完成了這樣的第一個海報 我還記得我們到台南 去宣傳的時候 我去成品 我拿去叫宣傳 我被成品店員趕出來 他說你拿這是什麼 我說這是那個演出 公演 戲劇表演 藝術 看我的A-Force 堅決的不相信這是藝術 我就被趕出來 好 這是我們第一張海報 那排練你也沒有空間 去哪裡呢 嘉義高中 我的母校 好 那這間學校呢 在嘉義素來以學風自由文明 自由的另外一個面向 也就是說何以自由 代表沒有人管你 所以我們都非常清楚 學校哪邊可以爬 哪邊門可以翹 就太清楚了 所以就是學弟妹他們 那個放暑假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大啦啦啦的 回到母校 就去以前上課的教室 桌椅排開啊 然後就在裡面直接排了 也沒有任何的深情 非常的猖狂 排了我們第一個戲 好 現在想起來 他當然你知道 他是一個愚蠢至極的 陽春貧窮 而又不成熟的一個作品 但是 好但是 就對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少年來說 我們心中是有非常多 對於這個世界的意見跟想法的 那我們在台南人演出的時候 那個維牧老師 台南人的團長 那時候就看我們一群人 實在是蠢到爆炸 就是連燈都不會裝 你敢跟我租場地 他還自己跳下來幫我們裝燈 然後他還說 我們有一個技術演習課 你們要不要來上一下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人知道 劇場是怎麼一回事 好 反正就很硬幹的把公演演完 然後他們也看我們很可能就想說 好啦 不妨幫我們打一些電話 凹一些台南人之遊來看戲 你知道 現在兩場也來了五十個人 一場有二三十個 不多 但是是個量 所以我們演完之後 其實是非常亢奮的 那個亢奮是 這件事情竟然也就這樣成了 然後你當然知道是自己是不足的 可是有更大的那個滿足感 是充滿了心裡面的 所以在那個非常亢奮的心裡面 我們就突然覺得說 天啊 我們有沒有想過有一天 說不定嘉義真的可以 有一個嘉義人自己的劇團 在十六年前的那個當下 大家很亢奮 對對對 有可能 這樣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要開學了嘛 那我大學讀四年 所以會有 含這個在內有五個暑假 那我們就這五個暑假 每個暑假回來做一個戲 好 那每一個戲呢 我們把它叫預告作品 累積五個預告作品之後 我們就正式的立案去創團 好 那為什麼要叫預告作品 第一個 住俠 預防針 這個劇團還沒有正式成立 它是預告劇團 所以你不要對它太苛責 很奸詐的對觀眾打預防針 那第二個也是一個提醒我們自己 就是說給自己一個承諾 就是你必須得要一個比一個更前進 一個比一個更成熟 你才有辦法在第五個的時候正式立案 是在那個時候 大家開始有了這個承諾之後 好 各自解散 好 然後回到各自的崗位這樣 好 一年過去了 我也到順利的進入北一大求學了 好 那當然就是是非常 蠻扎實的一些訓練 因為我剛好是北一大 從五年制轉四年制的第一班 所以學校的制度等等等 其實都還在一個調整期的當下 有一些課程的安排 它的確是overloading的 可是這些overloading 其實某種程度上 它就變成了 push你往前進的養分 好 那 一年過去了 也沒有忘記這個承諾 所以我們又回來了 我有一個最大的想法叫做 我們是嘉義的團 但是我們的公演不在嘉義演 在台南演 這說不過去 好 那不管今天無論如何這個戲 我們要在嘉義演 好 嘉義的場地一樣只有音樂廳 我們一樣住不起 好 那不管 我就說那今天有 只要我想說一個故事 任何地方都可以是這個場域 可能去戲劇戲讀了幾本書這樣 說出來的話比較能唬人 所以大家就唬得一任說 對對對 有道理 好 開始騎機車 大街小巷去找 可以公演的地方 我們最後找到了嘉義火車站 後火車站有一個廢棄的軍用月台 它基本上不提供載客服務 就是一個月台在那邊 然後生鏽都已經毀壞得差不多了 好 那 一到那邊看就覺得 哇 太棒了 就是好鋪好舊 然後火車就在後面 旅客 旅人 火車來來去去的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空間本身就已經在說故事了 好 我們就挑了這個地方 演了我們第二個戲叫月台上 在戶外 當然是沒有申請 好 也沒有任何的 也沒有任何的那個經費 所以從頭到尾就是空台 我們去旁邊幹那種 鐵路局淘汰的那種枕幕 搬上來當觀眾席 然後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空台 然後燈光就是兩根日光燈光 從頭到尾沒有燈光變化 好 那也集體創作的方式講一些 我們的團員成長中的 生命中的故事 好 現在看起來 它當然依然是個貧窮 而且不成熟的作品 好 然後有一些事情 當然基本上是現在我們不可能做的 就是沒有申請就去演 然後直接幹人家的東西 來當觀眾席 這個當然現在是不可能做 但是 好 這個戲還是演完了 然後呢 雖然我們還是很知道自己是 不成熟的 可是默默的大家嗅到一個氣息 是好像有一些劇場裡面該有的元素 它開始慢慢的到位了 包括劇戲的架構啊 然後劇場裡面前台後台的一些編制人員等的因素 我們已經不是一個高中的社團了 開始在這邊大家很清楚的嗅到的一個味道 所以到了第三年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前兩年都是我負責揪人的 我負責很像那種祖阿頭 那種收收費的錢這樣我負責打電話的 那這一年跟前兩年最大的不同是 我們依然再次潛入家中的教室 準備偷牌系的時候 這一年我被發現了 又爬窗戶爬到一半 遠遠的一個老師的聲音說 哇 現在你在幹嘛 遠遠的一個嬌小的聲音走過來 好 這邊差題介紹一下這個老師 這個老師叫林瑞霞老師 他在嘉義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老師 怎樣有名呢 剛好是你們台大校 台大法律系畢業 台大法律研究所畢業到40年前 40年前 對 老師今年70 40 50年前 好 好 法律系畢業 他選擇不繼續進修當律師 他選擇投身教育進到中學 教三民主義 好 教三民主義有什麼了不起的 他最屌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三民主義從來不教三民主義 他甚至 他從來不教課本 他教跟三民主義相反的東西 叫黨外思想 所以我很多偉大的學長 比如說時代力量前主席 丘遣志 然後歌手吳俊玲 腳頭音樂張四三 就是這些文化人或現代有一些民主的前輩 幾乎很多都是被他啟蒙過 我當然高一的時候被他教公民與道德 我也是被嚇得被嚇得一任一任的說 這老師怎麼教跟課本都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 但我覺得很大很大的一個思想的震撼 其實是在那個時候埋下種子的 就是我覺得 我的某一些可能批判的思想 或者說知識分子該有的懷疑精神 其實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埋下種子 好 焦點拉回來到那個現場 好 老師把我叫住 因為我剛剛講了 我跟老師其實關係不錯 我很喜歡這個老師 所以我也就老老實實的跟他說 我為什麼要爬窗戶 有時候我現在在讀藝術大學 然後我想要成立一個劇團 因為嘉義都沒有這一塊 我們要看戲都要跑外縣市 等等等等 老師聽完就長沉默 然後點點頭 我就覺得不錯 勇敢的台灣人這樣真好 但是在學校做這種事畢竟不好 他畢竟還是老師身份 他必須得規勸我 好 所以不然這樣好不好 老師他的爸爸媽媽養父養母過世了 他們在嘉義市有一個老房子 他這幾年就一直在思考 要不要把它變成一個社區的圖書館 就提供給社區的大家可以來閱讀 不然這個房子你們就拿去用吧 我聽了我當然好啊 所以我們這一年就正式進駐了老師的老房子 叫陶山人文館 一個670年代蓋的一個老房子 好 雖然說房子其實很小 我們你知道 大家有去過阿公阿嬤家 你大概知道以前那種房子的格局 其實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們就在他的 養父養母的主臥室裡面排戲跟演出 那個主臥室非常小 非常之小 就我這邊到那個牆就沒了 好 所以很小很小的空間 我們被逼著這個戲 只能用獨白的形式來演 觀眾大概塞20個 就前肩貼後背這樣 全部客滿 那 那 演了這個戲 那一年嘉義拆了一個百年的俊藝所 百年的歷史古蹟 好 然後呢 蓋了一個新的市政府大樓 玻璃帷幕的 你知道南部超熱蓋玻璃帷幕 所以我們一回去看到就 有一點傻眼 那個時候公民的意識也還沒那麼抬頭 他們幾個就幾隻小貓去救 你知道三隻小貓去救誰鳥你啊 怪手扛一下就下去了 跟現在是完全不同的狀況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一放暑假回去看到這個情況是滿震撼的 好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戲 就回顧一下我們這些人從小到大 就是成長中看到的都市的面貌的變遷的這些事 全部都用獨擺的方式進行 他當然還是一個貧窮的作品 可是慢慢的 我就還是有一些不一樣的開始發生了 因為對很多嘉義的觀眾來說 我們很多鐵粉絲 大概在那個時候開始固定會來看我們的戲 對他們來說很特別的一個觀賞經驗是 就是我很清楚在做的這件事情 是台北八年年代小劇場就在做的 明樂街小劇場 雲門小劇場 其實是這樣的空間跟觀賞的身體關係 可是在嘉義沒有 因為我們就一個音樂廳 好音樂廳的觀賞模式是怎麼樣 很簡單的嘛 一二樓你越有錢 你越有錢你坐越前面啊 票越貴啊 你可能一千六一張票 你可以坐第一排 你要是只有三百塊 你只能坐到第二排 是坐超遠的 你只能坐到第一排 他還是離了一個樂池跟那個高高的舞台的距離 就是說那一個跟表演的關係 它是有一點點階級這樣的概念 那當然我們表演藝術市場 我們有一些營運管理的考量必須的 可是他不應該只有這樣的選擇 所以就當那天晚上有一個演出在嘉義誕生了 有一個觀眾就坐在地板上 然後他的頭眼睛射出去 大概二十公分就會碰到演員的膝蓋 你知道那個離演員之貼近 當這個晚上六個演員獨白講完之後 很多很多觀眾 對他們來說 可能是第一次體驗到那個表演藝術 這麼近距離 在訴說一個很私人的生命經驗的時候 那一種強大的力量 就是這些人如此原始 如此素人 如此原生 可是那個力量是很動人的 好 那 我們也大概可以秀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 好 他開始成了一件事情 我們做遊戲開始是一件事情的 好 那 有一個滿好玩的經驗其實是這樣 就是知道老師的老房子 南部七八月天熱到要死對不對 二十個人擠進去 你沒有空調 那是會出人命的 那怎麼辦呢 我們也不可能買冷氣或租冷氣 窮則變變則通 我們後來想到一招 我到現在才覺得真有趣 就是我們想到爸媽跟我們聊 他們以前剛結婚的時候家裡窮 很熱怎麼辦 他們會用一招就是用冰塊 用電風扇吹 好 那我們就覺得 不然我們用人工冷氣好了 就去巷口鬆涼冰塊 三十五塊就可以買一大塊有沒有 搞那種工業電商搞幾台來 就自己做冷氣 我們這時候還有自然組的 就說欸 灑一點鹽這樣 好 所以 就是最後我們這個公演 上下半場各一個小時 剛好中場實驗結果就是 上半場這樣吹一個小時之後 冰塊剛好融完 好 中場休息十分鐘換冰塊 下半場一個小時再繼續 一個冰塊這樣撐完 就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這個完全你知道 就是完全沒有資源的情況底下 你走到人生的盡頭了 你一定得想怎麼變通 想出來的東西 到最後你發現戲還是可以演 好 很快速的 我畫一些篇幅講我們的開始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 你現在回頭看 這些東西都是一些 不會被歷史記載的演出 都是一些沒有什麼 太大美學價值的 不成熟的作品 可是我現在在看 對我來說有非常極其寶貴的 這個劇團該有什麼樣貌 其實都在那個時候都已經備齊了 也就是說 我的開始 對我來說它已經注定了 我想像中的這個劇團 它是不受預算限制的 它是不受環境限制的 它建立在一種人跟人之間相信的 然後有熱力的這樣的關係 我覺得它是這個劇團 很重要的一個DNA 好 那當然就在那一年一年過程中 一年一年的進步 我們第一個戲五十個觀眾 第二個戲 大概一百二十個觀眾 然後第三個戲兩百五十個觀眾 我們在那個小房間演了七場八場 一場三十人 開始每一場都滿座 到第四場 我們大概大四那一年 有一定過年回家發現 哇靠 那個路邊以前的夢仔寶寵 突然變一個表演藝術中心 蓋得很像廟 這是嘉義縣的表演藝術中心 在民雄 剛開館 然後我們就進去 發現哇靠 有八百人的大劇場 有兩百人的實驗劇場 趕快要求趕快 申請書就送進去進駐了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開始了 我們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公演的歷程 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還駐成在這裡 好 剛剛講到第三個作品 兩百七十個 然後第四年 我們開始在這裡面公演 我們開始那個劇場兩百個人 所以我們演市場我們有辦法賣出五百張票 到我大四那一年的狀況是 我大學還沒有畢業 可是我的這個劇團 我創立的這個劇團 已經可以是一個公演市場 賣五百張票的劇團了 幾乎跟你知道 跟教我的這些老師 他們自己如果有團也是導演的話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一個規模 好 少年得志大不幸 你知道嗎 就是每一年都很順利 你就真的覺得自己是個咖的 夭壽嚇死人 絕對不行這樣 反正我們後來就真的 這五年下去也就立案了 也就畢業了 也就所有人摩拳擦掌 不可一世的覺得自己是 那個千古偉人準備回家 要做一些會被拍成電影的事情了 好 不好意思 磨難這個時候來了 我們剛才有一件蠢事 你知道嗎 這些以為自己是 是時代雜誌封面人物的這些人呢 大家都覺得說 以前這個劇團還沒立案 我一年搞一個公演不行 那現在呢 我既然是個劇團 那我當然要大幹一場 但是我們貧乏的想像力 只想出來 以前一年做一個戲 那我現在要做三個戲 好 如此無聊的一個事情 我們在短短一個月 好 做了三個新的戲 公演了十二場 然後把所有大學的人脈都用上了 邀請了所有我身邊的老師 下來幫我們帶工作坊 開講座 要辦了十幾二十場的講座工作坊 剛剛分享一個數據是 我們在這邊原本一場公演四場 我可以賣五百張票 那一年浩浩蕩蕩這樣 十幾二十場的演出 講座工作坊加起來 可能超過三十場 來的人不好意思 還是只有五百人 所以你知道我們團產瞬間歸零 原本摩前插長要準備回來 登上時代雜誌 那個封面人物的這些人 現在包袱拿一拿 準備在思考說 我下一步要去哪裡找工作 很多我們創團的成員 在那個時候離開了 團也在這個時候修學 就修團了 幾乎等於快解散了 2009年那個時候 這樣 我很受傷 所以那個時候也剛考上研究所 也只好跑到研究所 繼續去讀書 然後報復性的修了13個學分 然後研究所 通常那個系上會規定 建議你最好修8到10 最多最多不要超過12個 所以我修了13個學分 修到那個西部會議把我叫過去 老師叫我說 我而且你課會不會修太多 那沒辦法 就是覺得說 想把自己的生命給塞滿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面對自己 你覺得你搞砸了一個事情 好 反正很受傷很受傷 很挫敗之後重新開始 重新想自己該怎麼辦 可蘭敬有一句話 當你向山呼喚 山不來 你只好向山走去 好 那對我來說 我們開始重新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說上一個階段 對我來說就是一群蠢蛋在打手槍 就是覺得做戲很爽 爽爽爽爽 只有你做自己爽 你知道我們沒有想過觀眾也就是沒有想過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什麼模樣 好那今天這個劇團如果要繼續我們肯定不能這樣做 那首要之物其實就是說如果他要繼續我們必須得意識到一件事情 這是嘉義 我剛開頭就講了 這是一個人口最少的 外流最多的 然後那個劇場開始的時候以前是什麼 夢阿寶嘛 他開幕的時候你知道真的有路人拿箱進來 說你們主神在哪裡 是真的有這種事情 就是說大家視這個地方為 怕死人的地方 的一個地方 那我如果要經營一個劇團 我要成立一個劇團 我必須得從很根本的觀眾的推廣教育跟扎根開始做 我必須得做很多前端的事情 我才有辦法往前走 因為我不是台北 台北今天觀眾市場都已經成熟的不得了了 好 所以在這個階段開始我們做了很多 就是劇團有一些比較扎根型的計畫才開始發展 好那再來 其實開始推廣跟教育之後 其實還是有一個過程 過去的我們都是剛講 我們都是集體創作嘛 然後講自己的故事等等 那我的這個作品要形塑出什麼樣的特質 其實還是找不到的 就是說我們試了很多好幾次作品 就是說我在學校學很多經典的劇本 拿來我的劇團演 公演 可能來看了專家學者 我們戲劇系的同學看完都會覺得不錯 可是你看完之後你心中還是很清楚 就是這個東西跟我的台下的這些 我的叔叔伯伯阿姨們 他們是沒有關係的 中間其實有好幾年的那個過程中 其實還是很挫敗的 非常非常沮喪 就我開始試著去瞭解 面對我的觀眾 我發現我是沒有那個能力的 我發現我跟他們之間是沒有太強力的連結的 雖然說他們走進劇場 而他們看我的眼神 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的友善 但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這個團目前這個階段還是沒有找到自己的特質 好 好 那 其實對我來說 很多關鍵最後還是回到自己的生命歷程 好 那 這張照片是 我剛剛講我是外省人 第三代外省人 從小家裡是教國語的 好 那 那個 那個 我的台語其實是在學校學的 什麼什麼機緣 小學的時候參加了一個布袋戲演習 好 然後呢 就是我 好 穿抖抖了我這個衣服 好 也就是說 一個外省小孩在學校學會台語 那 我就在想啊 今天當我長大一點之後 我成為社團老師之後 我突然有一天發現說 欸 我周遭的學生怎麼講台語的比例這麼的低 就是大家越來越不講台語了 可是我這麼樣一個第三代外省小孩 我在讀高中國中的時候 我們周遭你知道 大家臉小偉是 全部都講台語的 我突然覺得說 欸 好像台語這件事情 好像是一個我們可以認真來工作的事情 好 我演講都喜歡用仙杜瑞拉來比喻台語啦 其實就大家知道有灰姑娘的故事嘛 就某種程度上 台語在我們這個社會面臨到的遭遇 跟灰姑娘是類似的 好 就是 大家都會覺得說 啊 這很爽的啊 很肉的啊 等等等等 這是一個被打壓的語言 也就是說 種種啦 我現在上面寫的這個關係 家裡學校媒體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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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這個語言它就變成 淪落到現在 我們會開玩笑說 他已經被送進去加護病房了 就差不多快要被毀滅了 在這幾年 好 所以 我們就覺得說 台語好像是一個我可以做的事情 當我這個觀念出來之後 我繡著這張表演變成說 好 在嘉義 我們今天用六都的觀點來看 它是一個超級被邊緣的嘛 可是不好意思喔 當我們以台語為觀點 大家來看到 這是全台灣使用台語的地圖的時候 你會發現 嘉義在這裡 我在世界的中心耶 有沒有 哈哈 我們是淡黃區 這很RQ的自我安慰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突然有一天 從自己的生命經驗 來想到台語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這好像是一個 我可以做的一個切入點 好 剛剛講到 我演了很多經典 在嘉義 我都覺得不成 那 那如果今天我轉個角度 我用我的鄉親 或者是我周遭的這些 伯伯阿姨 他們可以接受的語言 語種 再做一些轉換 那可不可以成 好 於是呢 大概在2013左右 我們終於 你知道09他連島團 又一路沒島之後 01 011 12 13 又摸了五年 終於在2013年的時候 我們搞了一個 戲叫羅天罕名 這個羅天罕名 它其實原本是一個 莎士比亞的名著叫什麼 仲夏業之夢 我們把仲夏業之夢 變成台語叫羅天罕名 好 然後把所有西方的這些元素 變成台灣宮廟的 然後把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變成了台語的這些 對谷 終於覺得有一個作品中了 這個就是說 他中的是 我覺得一個作為一個 學院出來的作戲人 我做出一個 我對得起我良心的東西 就是他符合 作戲該有的製作環節 這些條件 然後呢 今天我在嘉義公演 我也覺得我的叔叔 伯伯阿姨 他們看得懂 看得開心 而且 看完之後 覺得這個東西 跟我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劇團 花了五年 才終於找到了一個路 是他可以繼續走下去的 好 在這邊 我示範一下 我可不可以徵求 三個同學幫我一個忙 我們念一點 我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台語這條路可以走 我要證明給大家看 徵求三位 友善的 自願的同學 可否幫我一個忙 那這樣 一號同學你幫我念紅色 二號同學你幫我念藍色 那老師幫我們念綠色 好不好 我們直接念就好 這是殺具裡面的原文 那反正這裡面的人物關係 是他有四個 兩個男的 兩個女的 然後基本關係 就是有一個男生喜歡這個女生 但這個女生不愛他 這個女生喜歡另外一個男生 那這個男生又喜歡另外一個女生 然後這個女生又喜歡另外一個男生 類似這樣的關係 好我們先大概掌握一下就好了 好來我們從那個 Dimitrius 紅色 嗯 - This thing seems small and un-distinguishable - Un-distinguishable 嗯 - The - Me because he seems to be a part of the time - Like everyone seems to be a part of the time - So he thinks and I have found Dimitrius like a jewel - My own and not my own - Are you sure that we are awake? - It seems to me that - It seems to be a part of the time - Okay 好 英文版本的 我們來看看 這應該是梁思雀還是誰 我忘記了 可不可以請各位再幫我唸一次 中文 - 請問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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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謝謝三位同學 我們剛剛體驗了一個 可能是外文系 可能是戲劇系的同學 都會體驗過的一個歷程 什麼歷程呢 我們知道莎士比亞是世界偉大的文學名著 可是我們可以每次 你知道我讀戲劇系的時候 我每次看到戲劇系都想說 這是偉大的哪裡啊 我們看都沒有 沒有 當然你要認真咀嚼之後 當然會覺得有很多有意思的東西 好 我的意思是說 這一些困惑會發生在 我們幾乎每個人都遇到歷程 也就是說現在這段場面是剛剛這四個人 他們弄了一個愛情靈藥 大家搞得團團轉之後 夢醒了 回顧他們愛情之間的種種 覺得到底這些到底是 那個現在是現實還是夢 有一點點分不清 那有一點扣 影射到愛情的那種本質 對愛情本質提出一個問號 好 我們在讀這中文藝本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覺得我作為一個讀者 讀文字的時候 滿美的 這是一個文學 這是一個藝術 可是劇場 戲劇 它是一個用語言言說的 就是說我們讀的不是文字 我們讀的是語言 所以我們常常有時候看一些殺劇的版本 我都覺得好難進去 就是說 這一些文字化為語言之後 對我來說我都很難理解它作為一個人化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台語 我直接唸就好 過去青春人變的歌山 變作夢霧的欧音 療傷不夠的變化 到情無情 都是拖牙 青春眼睛來有幾個東西 我們一個很快看出去 有又變出幾個人的現象 我也有這種感覺 青春在到一個報告 是我的 有又不是我的 你可以說我們是親戚嗎 我感覺說我們不會輸又在旁邊 好 你知道 那當他變成台語的時候 因為台語有八個音 所以當這些音域的變化出來之後 這些事情才 我覺得才真正的落地變成了人化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叫 這個我們編劇的那個字節體 不是台語政治 請大家多多包涵 這個是2013年的版本 好 我現在要說的 分享的這個例子 就是說 當我們開始正視台語之後 這麼樣一個學院出來的小子 他們在嘉義做的這件事情 才終於像兩條原本平行的軌道 交集在了一起 好 軟劇團大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 開始找到了一個 一個自己真正的一個定位 那也大概 我覺得算很 幸運也很順利的 剛剛老師開場的時候 也有講到 我們今年16歲 其實也大概就是在這個 這個找到定位開始 可能有一些觀眾來嘉義 看了我們的戲之後 發現好像蠻特別的 跟台北的劇團 有一些不同的風味出現 慢慢做慢慢做 我們在2015 終於第一次登上台北藝術節的舞台 然後也因緣際會的 2016年跟東京的劉善爾導演 展開了一個合作 那做了一個大戲殺劇的馬克白 那意外的 因為他是東京的身分 然後所以有一些東京的學者來看 又推薦我們到了羅馬尼亞 西比吳藝術節 開始展開了一個 我們的台語變成跟國際連線的 一個狀況 我們後來跟劉善爾導演 又繼續往下走 我們去年做了 《駕裝一牛車》 改編王貞和老師的台灣小說經典 好 明年我要去他的劇團導戲 然後因為這個緣分 我們開始發現 現在有一句話很紅 叫《月在地月國際》 我們今天走到國際上 人家是要看你是誰 不是要看你多會唱歌劇 跳芭蕾舞嗎 好 人家好奇的是你的魚種 你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才突然說 我找到一個 我可以跟這個世界上平起平坐的 一個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劇團開始從台語起家 起家 我們開始跟更多國際的單位 產生連結 比如說待會我要回去南部排的是 我們最近跟香港的一個劇團 工作的一個片段 所以我們大概因此而開始 跟幾個亞洲的城市 有了一些連線這樣 這個是我們跟劉善爾工作的一個作品 好 那甚至比如說台語 我們開始也慢慢的試著開枝善業 有更多精彩的創意發生 好 這些我想留著 下一段我們再來講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休息10分鐘的時候 我放一個影片 是等一下我要講的 我們再辦了一個藝術節 好 大家可以邊看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讓大家上個廁所 好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說 我們剛剛前面 我們大概花了一個小時聊 軟劇團 我們走過16 現在16歲 所以我們過去 5年的時間走過超創 5年的時間找到方向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好 找到方向之後 我們大概怎麼思考說 一個劇團在一個地方 那我們怎麼樣 分門別類的來思考一些不同的事情 分享一個概念 這是洪正宇老師 《機會效應》這本書裡面講到的 他裡面在分享的一些創業故事 裡面在講到一些 比較在邊垂地帶的 單位創業的一些案例裡面 講到一句話說 當你位置不好的時候 你就要主動出擊 那一旦你的認知轉換 也就改變了原本的假設 剛好也是剛剛影片裡面 另外一個策展人張士杰講到的 嘉義很邊垂 但邊垂也沒有什麼不好 邊垂反而象徵了某一些活力 或者是彈性 也就是說 今天我這個劇團在嘉義 一開始有很多很多的劣勢 可是這樣的一個劣勢 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它有沒有可能是某一塊的優勢 比如說我用台語劇 我跟世界展開交流 這麼樣一個人少地大的地方 其實很容易可以吸引來 世界各地大都會的人 比如說日本人當時一來就嚇到 我說你們整個排行場好大 在東京他們完全無法想像 我們跟香港來的團隊一樣也是 他們覺得說 在香港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然後因此 當他從一個劣勢變成我們的優勢之後 我想認知轉換 就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剛好黃蓮玉老師 客家音樂人他講的這一句話 對我來說也是很好的一個提醒 對我來說 我的劇團要做這樣的事情 他說什麼呢 他說他的客家音樂 不是只是要來被保護的 文化之資產保護 而是他是要讓客家主動走到 其他的領域 讓世界的人去聽的 好 也就是說一開始我們想到的都是 我自己想有一句話想說 這是一個利己的角度 可是今天我們對自己的認知認識 越來越多越來越了解 我們更認識自己 更認識這個世界之後 我們有沒有辦法發揮自己的優勢 串連起來做一些整合之後 他可能是一個利他 也就是說我待會兒要分享的這個案例 他就是一個從小小的藝術節開始長成 我們差點導團那一年觀眾五百人 你們剛剛看到這個影片 短短兩個週末四天 他在嘉義可以吸引到一萬人 是怎麼樣在短短的十年不到的時間 造成這樣的改變 我用比較快的方式來講 好 我是在高中的時候接觸到劇場的 所以那個時候在戲劇系 我們都是母雞帶小雞 學長姐帶學弟妹 也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失資 好 那個有一年拿過專案 但專案畢業之後 老師也就離開了 所以我們後來其實有一段時間 都是學長姐帶學弟妹這樣 那我從學弟妹變 學長姐在變社團的老師 然後開始創團之後 我們就是因為高中的時候 受到這樣的啟發 就會覺得說對高中社團這一塊 特別的有感情 所以再忙我們大概都會花一些心力 回去陪高中的社團 但是帶著帶著幾年 我們都一起遇到一個問題 高中的戲劇社 你要公演 你要上課 其實是很弱勢的嘛 你沒有一個自己的社團辦公室 或者是場地 你常常被趕來趕去 你可能花一兩個月排一個公演 但是學校只給你一天的進館時間 所以這個公演就會錯誤百出這樣 好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也開始進駐表演藝術中心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 曹操的第一年 是我們有一天突然想了一個 奇怪的想法 想說嘉義有一個專業的劇場 但是他即將很有可能變成文字館 嘉義有一群青少年 他們很想要對戲劇有熱忱 他們很想要做戲 可是他們沒有場地 那這個沒人的場地 跟這個沒場地的人 他們有沒有可能整合在一起 突然之間就連成一條線 連起來這條線 聽起來浪漫 做起來沒有那麼容易 為什麼 表演藝術中心 他的開館公演是什麼 雲門舞集的紅樓夢 實驗劇場開館公演是什麼 外表房實驗劇團 就是賴森川老師表演工作坊的子團 他們的開幕公演是這兩團 就代表了他的象徵地位 就是民眾對於這個地方的場館的期待 是嘉義要有一個演出一流國家級公演的專業劇場 但是我送了一個計畫書進去 80個工作人員 只有5個滿18歲 剩下75個都是高中生 都是第一次進劇場 你要想這個提案 怎麼可能會被接受 如果在地方文化中心 好 所以你得使出很多手腕 去說服幹嘛幹嘛 終於把這個第一屆搞起來了 我們剛剛這個藝術節第一年 10年前是這樣開始的 就是5個高中的戲劇社團 好 三場售票公演 然後呢 5個社團各自公演一個片段這樣 我們本來不抱任何期待 就是他們可以好好的公演玩就好 結果沒有想到 這些人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劇場歷程之後 他們的脫胎換骨 遠遠的超乎我們的期待 那我們當下在10年前就覺得說 那這件事情 無論劇團怎麼樣 我們都要繼續下去做 所以我們在第二年的時候 把它證明叫做草草戲劇節 那我甚至不只帶他們做公演 我還聘請舞台設計 服裝設計 來幫他們量身打造這樣 做著做著第三年 隔壁的大學來敲門了 說你們有一個草草高中生 那我大學生可不可以 中生大學的學生 好 就從一個禮拜變成了兩個禮拜 慢慢的拖 慢慢的拖 一年一年一年這樣下來 我們就想說高中生可以 大學生也可以 那返鄉青年可不可以 就慢慢的把那個嘉義的一些 返鄉青年整合過來 那我也想有一些舞台 可以開放給一些藝人 讓嘉義的民眾看到更多多元的項目 那甚至周遭的學校 可不可以開放進來策展整合 當然可以 就有點這樣 一年一年的 好 再 再拓大一點 那不只有演出 那我們也開始想說 那外面的項目可不可以有策展人 裡面的項目可不可以有計畫主持人 一年一年就捲動越來越多的單位跟社區 那甚至戶外的表演也是把我們所有的那種人脈 都捲進來 就我們自己有什麼好朋友 用一碗雞肉飯騙他來加一碗 來為學生來公演 比如說這是小事製作 書品文跟林素蓮 都是我們現在中生代很重要的編舞 那個野孩子的那個搖上的墨劇出走 打康打康 講慢財的團隊 這些全部都是在我的潮小戲劇節目 你可以看到的 一年一年下來 從一個學生公演慢慢長大一點 他變成了結合了戲劇音樂 舞蹈 四集 電影 然後這樣的一個項目 然後開始白天活動 再往下有夜間的活動 甚至開始在這一個戲劇節的場域裡面 可以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就有嘉義 長期跟我們合作的理髮師 他說那我來推動藝剪 來幫你們募款 讓我們可以帶著我們的戲到偏鄉 所以這個 這幾年每一年都會來的 叫吉恩理髮院 這個叫蔡吉恩 這個設計師 每一年他的攤位都大排長龍 為我們的偏鄉的藝文公演 來做募款這樣 好 那甚至就是說 我覺得我有一個優點 是我很會怎麼講呢 我這個人就是 身無常才 就是別人該有的才華我都沒有 但我很懂得欣賞別人的優點 然後我有一個優點 是我很會觀察 然後找到這一些不同的優點 可能可以連結的地方 所以 在做藝術節 戲劇節的過程中 我就注意到 那有外部的團隊 有內部的團隊 那我可不可以再整合 也就是說照片上你們看到是有一年 前年吧 照片上的這些舞者是嘉義在地的一個舞團 叫文祥舞團 平常他們就是舞蹈補習班 才藝班這樣子 然後才藝班其實 大概就是一年會弄一兩場成果公演 那跳一跳的 也大概就是我們印象中舞蹈班會跳的 才藝班會跳的這樣的公演 那我就在想 那我可不可以給你們不同的刺激 所以我說 來我邀你們來公演 但是你們得接受 我排了一個劇場的導演給你們 我介紹台北海鷗劇場 前兩個禮拜 剛在戲曲中心演女子安利的導演 宋厚寬 來跟他們合作 所以這個合作的過程 對他們雙方來說 都非常非常的痛苦 但是我覺得這個痛苦是 必須發生的有意思的事情 那比如說姚上德有一年更誇張 就直接跳到湖裡面去 這樣 那走過十幾年 我們大概現在還在想的一件事情 是在嘉義 我有沒有可能做的事情是 樂天總部的共同創辦小林 講過一句話說 未來的企業是必須要有生態圈 才能生活下來的 那對我來說 我相信一句話 就是一個養魚的農夫跟我講 他們說養魚很簡單嘛 魚要好 水要好 水要好 土要好 土要好是環境要好 先有環境才有土 先有土才有水 有水才有魚這樣 那對我來說 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們被迫訓練得 學會很前端的事情 我們學會得做很前端的事情 所以 我在做的事情不是只有養魚 不是只有作品而已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重新架構整個文化的環境 所以 看剛剛的這影片 看我們剛剛在做的事情 你會發現 哇 我們是連教育 連什麼 我們全部全部都在做這樣 文化需要打群架 所以這樣的一個藝術節 就慢慢的一年一年長大 弄到現在 它開始成為一個收費的藝術節 然後可以超過一萬人次 我們正在緊鑼密鼓的籌備 第十二屆 所以也歡迎三月的時候 大家可以關注我們的 Facebook跟Instagram 三月的時候也歡迎你們來嘉義玩 好 我再花個五分鐘講一下 一些事情 就是說走過五年 我們現在回頭想 我們經歷的這些歷程 五年炒創 五年找到方向 再花五年發展 這些分層的架構 我們大概現在長這樣 在我的這個底下 我的藏鳴劇場 底下有我的藝術節 小地方 那我們常態在做 戲要好 對我來說兩個因素 劇本要好 演員要好 所以我們有一個劇本農場計畫 每一年花時間陪三個劇作家 寫作出他們的劇本 建立我的劇本人才資料庫 然後還有 我們是台灣少數 有養助團演員的劇團 常態的我們劇團底下 有十幾個演員 是接受身體 聲音 民俗 台語 文本 技術等等的訓練 然後累積一定的年資之後 我們是負薪水 我們有養專職演員的 在台灣的劇團 會這樣做的現代劇場是比較少的 但我們必須得這樣做 因為我不可能讓我的演員 南北奔波 東階階階階 好 那對我來說 下一個階段 我們自己現在正在經歷跟想像 就是 未來如果有機會 你們看到軟劇團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有一句話是說 未來二十年 所有的行業 現在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都還沒有被發明 大家可能聽過這句話 所以對我來說 表演藝術這個產業也是 就是沒有人能夠定義 我們表演藝術該是什麼樣的樣貌 所以對我來說 現在這個階段 我最好奇的事情是 我的演出的型態 空間 形式 合作的 對話的對象可不可以不一樣 好 比如說 我們去年開幕了一個小劇場 嘉義士的第一個小劇場 是我們劇團自己營運的 小小的一個空間 大概可以塞八十個人 他的開幕公演是一個台語的 Stand comedy 叫台記生病生 我找冠名贊助 是十八十人 所以這個比賽就是 十八十人台記生病生 因為十八同仁冠名贊助 這樣 那他整個擂台的形式 就是觀眾坐在半桌的那個桌子上面 可以喝茶 喝瓜子 喝啤酒 看演出 就是我覺得 我的劇場的想像的樣貌 我不希望 看戲這件事情要那麼的嚴肅 那所以慢慢的他就開始有一些連結 我們今年開始跟俯成台語樂 跟園林合作 走到更多的地方 那甚至這個基地也變成了一個 我可以跟傳統藝術合作的基地 那我今年跟呂法的偶戲導演 楊輝合辦了一個世界偶戲大師班 這樣 甚至我們這個劇場自己出啤酒 叫新嘉義啤酒 真的 這買 嘉義現在買得到 台北還不行 我們正在拓點當中 好 所以 我最後分享一句話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圖很簡單 樹嘛 我們自己在鄉下 所以我們每一年草草 會帶學生種一棵樹 十年前剛才種樹的時候 我是很心急的 好像二十五六歲 每天都在那邊澆花 澆水 就覺得說你怎麼都不大 都不長大 好 那種了種了 兩三年過了 就是種到自己都忘記了 也不需要澆水 因為他自己可以活 有一天突然就發現 哎呦 怎麼抽那麼高 好 好 那後來剛才明白 因為他前三年 其實他不是沒有動 是他土壤底下的 是他的根系正在發展 跟發育 那如果我們有機會 看一個樹的剖片 你會發現他土壤上面下面 是一樣的 那對我來說 一個團隊要穩定跟強 根系下面的基礎打多深 他會影響他能夠走多遠 好 那我是用這樣的概念 在思考一個團隊在嘉義的 以及這句話聽起來是廢話 但對我來說我覺得非常的受用 什麼類 種樹最好的時機是什麼 第一個 二十年前這叫廢話 如果二十年前種了 我現在就可以乘涼了 第二個聽起來很像廢話 叫做現在 那可是聽起來像廢話 可是你會發現 我們常常是那一個 抱怨的多動手的少 我們常常會抱怨 這個環境不友善 這個補助靈的少 可是我們很少動手 去做出一些什麼事情 那對我來說 這件事情看起來是廢話 但其實是對我們文化人 很好的一個提醒這樣 好 所以我想今天的分享 我簡單的先到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說 在嘉義有一個軟劇團 我們正在做著一些 不太一樣的事情 關於台語的 關於環境的 那也歡迎大家有機會來嘉義走走 我們的草草 或我們的新嘉義作 都很歡迎大家 或者我們有上台北的時候 也歡迎你們來看看 我們的台語作品 以上大概是我的分享 好 謝謝大家